大家好,世界之大,我是小小 2019年9月底,一名56岁的昆士兰男子骑着自行车回家时 刚好和蝙蝠正面碰撞 蝙蝠划伤了他的脸 第二天早上,他就急匆匆地跑到医院并注射了4针ABLV疫苗 以防止被病毒感染 ABLV又称澳大利亚蝙蝠狂犬病病毒 是一种可以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病毒 可导致严重的疾病 澳洲卫生部已经发出警告 人们在街头看到蝙蝠 千万不要试图去接触和帮助他们 恐怕有感染治病病毒的风险 据悉,2019年 澳洲被蝙蝠咬伤和抓伤的民众数量急剧上升了30% 已有三名澳洲人感染死亡 这里是悉尼市中心的市集公园 里边有大片的森林和湖泊 生活着无数的鸟 品种多样 生态环境极好 澳洲特产 长着翅膀的狐狸 学名胡福 也可以在这里看到 走进这片树林 开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样 头顶上是不是传来几声的叫声 抬头望天 那树的顶端怎么好像是吊着一个个黑蛋的啊 原来那一团团的东西竟然是一只只大蝙蝠 一直以为蝙蝠白天是在盐洞等一些没有阳光的地方睡觉 没想到 在这阳光灿烂的树顶上 竟然生活着这么多的大蝙蝠 这就是澳洲特产 眼镜胡福 也叫做眼镜果福 胡福的体型普遍较大 澳洲眼镜胡福的一盏 甚至可以达到一米 体重能达到两公斤 它们群体飞行时候的样子 黑鸭鸭的鱼片 伴随着类似婴儿哭泣的声音 让人毛骨存在 它们是澳大利亚本土重要的一个物种 喜欢吃各种植物的果实 果核和未经消化的种子 会随着澳洲眼镜胡福的迁徙 被带到其他的地方 这对热带羽民的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蝙蝠是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 人们常常将蝙蝠和吸血 黑暗恶魔等字眼联系起来 然而真正让人恐惧的是 它们身上携带的各种病菌 这些病菌通常是致命的 即便如此 蝙蝠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来说 仍然是极其重要 是自然界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在澳洲西尼摩尔本的市区 夏季白天如果在电线或者树梢上 看到倒挂的蝙蝠 千万不要惊讶 甚至早上一出门 就会有几只死的蝙蝠 倒在你的脚边 在昆士兰州的小镇 更有可能风云突变 远处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嘈杂声 紧接着天空一下子就按下来 一大片一大片蝙蝠在冰冰海 密密麻麻 遮天闭日 每棵树上都倒挂着成千上万的蝙蝠 整个公园都铺满了一层厚厚的蝙蝠石 甚至海边自家的泳池 阳台 到处都是蝙蝠的粪便 2019年1月 澳大利亚北部出现了创世纪的40多度高温 这也导致了胡胡的异常惨剧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数量被直接热死 在凯恩斯市 当地人看到蝙蝠从树上掉到后院 游泳池和其他地方 据报道 大约有两万三千只眼镜胡胡死亡 随着今年南半球盛夏的到来 加上全球气候变化升温的影响 澳大利亚的高温将会愈演愈烈 接二连三的热浪 40多度的高温将常态化 数以万计的胡胡正在死亡 如果有人看到树根下有厄晕或者死掉的胡胡 别怕 官网警告 要第一时间通知相关机构的专业人员来处理 以下几点措施将会帮助你尽可能的避免ABLV病毒感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rtedι 李宗盛 委員工 李宗盛 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